大家好 我是报告者张简婉琴 我今天报告的题目是 Preliminary Thermal Metamorphic Constraint on Tectonic Evolution in the Eastern Margin of Tibetan Portal 也就是青藏高原东原的构造演化的初步热变直觉署 首先我要先 这是我的大纲 在前沿的部分 我会先大致上介绍一下 为什么青藏高原东原是一个关键的地区 然后可以来做青藏高原演化的研究 以及这个地方存在哪些问题 然后我们可以以何种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 再来背景的部分 我会大致介绍一下区域地质 及整个青藏高原的多个演化模型 然后还有前人在这个地方所做的变质度的研究 接着是方法 我会介绍拉曼变质温度的地质 然后在结果的地方 展现一下我目前所获得的资料处理结果 然后再做一些初步的讨论跟结论 首先在前沿的部分 从图中可以看到 青藏高原它的地势是较其他地区较高的 它是世界上最高的高原 海拔约有4500公尺左右 然后在图中同框的部分 也就是我们这次的研究区域 它是青藏高原的东源 在这个边界是龙门山 然后龙门山是整个青藏高原最尾陡峭的边界 而在2008年至2013年 在龙门山的中段跟南段 分别发生了汶川地震及庐山地震 而这两个地震就显示出就是 这个地方还是一个活动的构造 然后刚刚以上提到这些特征 接显示出就是这个区域 它是一个关键的地区 然后可以来做整个青藏高原的演化 接着介绍一下就是青藏高原在构造演化历史中所经历过的两期增厚 然后这分别分布在两期造船运动中 首先第一期是在三叠季的印之期的造船运动 在这个时期由于古特提西洋的关闭 造成它旗上的海洋沉积物增积堆叠 而形成针基岩体 造成青藏高原的增厚 而第二期则是在新生代的西山期 而这个时候由于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碰撞 使得相对较软的青藏高原的地区 它的整个厚度的增厚 而形成像厚皮的地壳的增厚作用 那青藏高原的主要增厚就是发生在这个时期 然后就是接着要提到的就是前人在这个区域所做的一些研究 像Aragi 2018 他在这个区域就是利用拉曼碳植物光谱 来对岩石做了测量及分析 然后借此获得了岩石在构造历史中他所经历过的最高的温度 而它的结果显示出在松潘甘茲区域这里的温度皆高于400 甚至逼近600度 而这个温度与前人所提出的在就是松潘甘茲这个地区是由于海洋 沉积物增基所供的增基岩堤 这个模型是不符合的 因此我们就是想借由在Aragi他的研究区域的更西级更北的地方 来采集更多的样品进一步 约束就是这个区域他在应支期所经历过的演化作用 而刚刚也提到由于在这个区域他经历过了两期的造船运动 所以他的构造历史上是比较复杂的 然后为了更进一步去了解就是他清照高原的主要增厚是发现在爱西山起 然后进一步的去确认这一个时期他的构造演化历史 所以我们必须在整个构造历史中先将硬直起的 硬直起造山所造成的影响所去除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利用拉曼碳植物光谱来得知他的最大变质温度 然后借此去除硬直起的构造演化 然后才能更进一步的去了解西山起所造成的 西山起的演化所造成的增厚 接着进入背景的部分 首先我会介绍一下区域地址 在图中可以看到有一个东北西南的条带状的分布 这个就是龙门山 然后首先我要来介绍他们的地址分区 这里主要分了三个部分 可以看到在左上角的部分 有一区大概是紫色粉色的区域 这个区域就是来自古特提斯洋的海洋变质沉积物 也就是刚刚提到的海洋营末所造成的增机的增机原体 然后它是属于三叠季的氏气 然后接着是龙门山之中可以看到有黄色的区域 然后这些它们是来自南中国地块的 新元古代的基盘岩 而剩下的绿色中色的区域就是分别是 治疗剂、泥盆剂以及二叠剂的被动大陆边缘的物质 在图中可以看到有三条主要的断层存在 从西向东分别是汶川断层、北川断层跟冠建断层 而这三条断层皆为向西北寝的内冲断层 而这个是在讲那个清湛高原的地体演化的过程 首先从图A开始可以看到在二叠剂的时期 由于枪塘地块的向北移动造成古特体饲养的关闭 而古特体上开始隐摸后 随着时间进行枪塘地块、拉萨地块 一个接着一个的撞上欧亚大陆板块 而最后直到新生代的时候 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产生崩撞 然后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喜马拉雅早三期 而从浦面来看也可以看到 就是一开始的古特体饲养的营末 然后它上面的沉积又开始增积 形成增极塩体 而最后随着推进的就是极压的进行 然后增极塩体逐渐演化成褶皱逆充带 最后欧亚板块 欧亚板块与印度板块碰撞 然后造成整个地壳的针扣 抬升形成现在的清湛高原 而刚刚所提到的两栖造成就分别是在 而浦面的第二个就是LOWER到MIN度传染系 这个地方是属于印之席 而在第四个的部分 特别的褶皱逆就是刚刚所提到的席三期 而主要的增厚就是发生在这个时期 接着我会详细一点的介绍 这两期的造三演化模型 首先是三叠季的印之期造三 在图中可以看到 一开始就是枪塘地块向北移动 然后造成古特提斯洋的关闭 而这一个关闭系统是由西向东进行 也就是说它的成绩物 它是会向东输送的 然后直到碰到南中国地块后 在边界的地方形成龙门山 然后再来是喜三起 在新生代的构造演化模型 而在这个时期它的模型 就是前人有非常多的争议 有非常多不同的模型所提出 而在这边我会介绍两个极端模型 也就是Hard Tibet跟Soft Tibet的模型 然后它们分别是Taponian在2001年 及Royden在2008年所提出 首先介绍Hard Tibet的模型 在这一个假说中 它认为青藏高原是有多个刚性的地块说的 组合而成 可以在右上角的图中可以看到 不同颜色代表的是不同地块 而在左下图 这是一个南北向的破面 可以看到随着印度板块的向北碰撞 然后这些地块一个接一个的碰撞在一起 然后彼此互为营默系统 然后每个营默系统 就会形成蒸基因体 然后这些蒸基因体之间 会存在很多的盆地 而它认为青藏高原会 现在会如此平坦 是由于这整个区域 形成了一个内流的系统 而导致这些盆地最后会被填平 所以就会形成这么一个广阔 而且海拔较高的高原 而Soft Tibet模型则认为 就是左图的话是南北向的剖面 也就是图部分外 然后它是就是它认为 因为青藏高原是一个相对周围地区 它是比较软的物质 所以在受到南北的碰撞的时候 它会整个物质会向上向下的震厚 而由于下部地壳的物质 所到达深度叫声 受到温压的作用 所以它会产生融融 而形成塑性的物体 而这些塑性的物体 由于就是南北向也是被封死 所以它会向东侧 来做逃脱的作用 而你可以在Profil图看到 由于就是刚刚提到的 物质会向东逃脱 但由于在东侧的部分 还有一个南中国地块 是属于较老较硬的块体所存在 所以这些物质 它会再转向南 也就是向东南方的 中南半岛的地方逃脱 而从Profil图的地方可以看到 由于这里是没有其他的地块所阻挡 所以它的地壳的厚度是简薄的 从地表上来看 就是它的高层是慢慢的降低 这两个模型 从根本上的假设 就是完全不同的 像Harty Bay它认为就是 金针钢源是刚性的 它的增厚的增长是由于快体 这些快体一块一块的碰撞 然后彼此之间隐墨增积堆叠 所以它是一个阶段性的成长 而Soft TV模型则认为是整体的同时增厚 然后由于下部较深的地壳 所受到融融变成锁性 而向东向南的扩散 再造成整个地壳是比较连续性的增厚 所以可以从这两张图中看出 这两张图它代表的是 它的位置是在于 心脏高原东原 也就是龙门山的部分 上面的三条断层就是刚刚提到的 然后在Hart TV模型中可以看到 由于它是影墨系统 所以它的物质的传播主要是在浅层的 撑直物也就是增绩的部分 所以可以看到它是由于在浅层的 那个物质的传播推进 而在图B的部分Soft TV模型则是 深部的塑性的物质流动带动浅部 所以这两个模型是非常不同的 而在近就是这几年的延期 其他研究资料显示 像是GPS资料 断层华仪资料 及在中部 清淡高原中部 中央有发现一些辣张的构造 而这些证据 就是皆显示出 就是现在的 清淡高原的延化模型 其实应该是比较接近Soft TV模型的 然后接着来提一下 就是前人在这个区域所做的 辨植度的研究 Araki 2017及Rubber 2010 他们在农门山崎清淡高原东元 这一个区域做了 拉曼碳植物光谱的分析 而刚刚有提到 拉曼碳植物光谱就是利用 碳物质的不可逆性 来测定 就是岩石所经历过的最高的变质温度 而可以看到 图中的温度分布 主要分为三个区域 首先就是在北川断层以东的 温度小于330度的低度变质区域 然后再来是 温川跟北川断层之间蓝色的中度变质区域 接着就是 温川断层以西红色的高度变质区域 而在这个区域 它的温度皆大于400度以上 而可以看到在图中的方框的定年资料显示 在松帆甘志区域 它的定年的温度 是200度到180度 200到 定年的年纪是200到180 百万年前 而它这个 因为它这个资料是藉由 白云木的鸦鸦定年 然后 白云木的 封存温度是425度左右 也就是说在这个区域 最大部分的温度 是高于这个温度 所以定出来的这个年代代表的是 它的 Cooling Age 也就是 岩石已经在冷却抬升过 封存温度时的那个年代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区 它所经历最高变质的 那个温度的年代 其实是比 200 百万年 还要再更老的 也就是说 它这个地方的 经历过的最高变质的时间 其实就是属于 硬质期的造三运动 也就是说 这些 这些地区的 岩石它所继承的变质 就是硬质期的变质 然后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想利用 拉曼探植乌光谱 这个方法 来做 就是这个区域的研究 就是为了进一步的去了解 这个地区的 硬质期的变质 然后 如果我们可以更清楚的了解 硬质期的变质的演化以后 我们就可以将它从整个的 演化模型 整个 心脏高温的演化中去除 然后借此可以更了解 洗衫期的心脏高温的演化 然后接着进入方法的部分 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使用的是 拉曼探植乌光谱 而 拉曼光谱就是一种利用雷射光的散射 来测电分子振动的方法 也就是说它利用 入热光及散射光之间的 波长的差异可以来测得 就是间接的能接的变化 而这一个 光谱的波长差异 我们称它为Raman shift 也就是说 每一个不同的见解 它会有不同的Raman shift 所以每一种物质 它有不同的见解 它就会有不同的Raman shift 而去根据这些Raman shift的位置 我们就可以对应出 就是我现在所测量的这个物质 是属于何种物质 而拉曼碳植物光谱的话 则是利用碳植物在 变化 变质的过程中 它会随着 就是温压的增加 它的结构会从碳 慢慢的变为 排列整齐 结晶度提高 并转变为石墨 而这个过程称之为石墨化作用 而由于石墨在地壳的尺度中 它是非常稳定的 也就是说 就算它经历了 台深冷却等 脆变质的过程 它的结构也不会受到改变 所以它会保持记录着 它所经历过的最高变质温度 而右图显示出的就是 拉曼碳植物光浮 它在不同温度上 所代表的光浮的形态 可以看到在 D-Win 就是下半部的部分 它的D-Band 左边这支风 它是比较宽比较矮的 然后G-Band 也是稍微较宽的 然后随着温度的增加 然后可以看到D-Band 越来越小 而G-Band 变高变窄 变得更加强烈 而Band Band 2002G Lafit 2010分别在 它们分别在 就是不同的温度范围 所提出了 提出了两个量化 这个 碳植物光浮的方法 然后Band Band 的温度范围是在 330到650度之间 它们 然后Lafit 就是在200到320度 就是在低度变质的部分 他们就是利用 将光谱去拆解成多个 缺陷锋 跟石墨锋 然后利用光谱的面积 去计算参数 然后再借由参数 去计算出它的变质温度 就是说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变质温度 就可以知道 这个岩石 它在它的岩石历史中 所经历过的最高的变质 而这个是我的结果 右图显示的是我的 样本的位置 然后总共有50个样本 分布在龙门山的西侧 以西北东南的走向 垂直龙门山的方向 做了好几条采集 然后这些样本的 它们的区间 它们的间隔大概是在3公里左右 然后在后续讨论的部分 我们会将这三 这所有的样本 投影到三条剖面 比如图中所画 而这是经过拉曼碳植物 光谱分析以后 所获得的最高变质温度 这每一个样本 皆至少含有10个以上的光谱 然后将这些光谱做分析以后 取平均值 就是我所得到的拉曼碳植物 光谱的变质温度 而我的所有温度里 就是温度范围非常广 最高的话是在中间 Profil 2这边 是567度 而最低的话是在 南边最下面这一区 它的温度是小于200度的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稍微简介一下我的剖面的资料 可以看到这是Profil 1 然后上图代表的是 就是这些样本点的高层分布 下图的话则是温度的分布 在温度的分布上可以看到 在这一个剖面 它的温度范围大概是在300到500之间 而Profil 2的话 它的温度范围就较高 是在400到600度之间 而这里的高层上是比较一致的 Profil 3的部分的话 可以看到就是它的温度范围 就不讨论下面这一区 在这一区较低温的部分的话 它的温度范围也是大概在400到600度之间 而右下这一区的话 则是特别的低 都在350度以下 然后由于下面这一区的温度过低 而且它的资料的数量较少 所以现在就先不做讨论 未来会再将它与前人的资料做比较 所以首先我们放大来看 就是可以看到在图中这个区域 有一些火层侵入的存在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在火层侵入的附近 这些样本并没有较高温的现象 所产生 也就是说这个区域的变质温度 是没有受到接触变质的作用所影响的 而从整个范围来看的话 可以看到在北边的 在北边的位置 它的温度是相对 跟北边的位置来说是比较低的 而看起来似乎是与 地层的分布有一些关系 就是说在 Triacid的粉色区域感觉温度较高 而在绿色的 Perminion到Celerian的区域感觉 看起来是温度是比较低的 也是我们透过 就是温度分布 与地层柱的资料来做 讨论的话可以看到说 就是这个地层柱代表的是 它在原始 这些地层在原始的沉积的时候 所堆叠的序列 代表的就是 它们还未经过 变质或变形作用前 原始的沉积的厚度 而将温度 画上去后可以看到 就是每一个地层 在每一个年代地层中 我们的温度分布并没有一个 它并不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可能看在 Tri-X中它的温度范围 分布非常广 大约有200度的差异 而在其他Celerian Devonian这些 温度分布也至少都有100度的范围 所以说就是 这个 每个地层它的温度 并不是一致的 然后可以在整个 地层序列中看出 我们的地层分布并没有 如图中 这条斜线代表的是 thermal gradient 也就是一般的 30度的低温梯度 我们的温度分布并没有 这个趋势 也就是说我们的温度 变质温度并不是受到 地层的沉积所影响 因为如果是受到 地层沉积所影响的 应该会在 越深的地层 而有越高的变质温度 越浅的地层 越低的变质温度 但目前看起来 我们的温度是相反的 就是反而是越年轻的 它的温度越高 所以这些 就是都显示了 就是 我们的变质温度 并不是受到 地层的影响 然后接着与 Aragi 2018的资料做比较 可以看到就是 它的资料分布 大概是在我们 Profile 2的 南北两侧 然后没有将它们 花在一起的原因 是因为就是 Aragi他所提供的资料 在画出来以后 会有点误差 位置上的 会有点偏差 所以我们就是这样 分开两张图作为比较 而从普遍上来看 可以看到 Aragi的资料在 汶川及北川的地方 它们有明显的 温度的要线 大概是150度 及50度左右 而像在汶川以西的部分 温度范围大概就是在 450到600度的分布范围 而我们的 Profile 2的资料 延续着 它的 两条抖面 向西北延伸 可以看到 我们的温度范围 同样也是大概在 450到600度之间 看起来 与它的资料是连续的 并没有发现其他 额外的边界的存在 也就是说 在这个区域 它的 温度 变质温度 应该是受到构造 所影响 而不是受到前面所提到的 区域变质 或者是 地层的影响 然后 这两张图 我可以把它放出来的原因 是因为 可以看到在Profile 2 跟Profile 3 的部分 往西北的部分 延伸可以看到 温度有一点下降的趋势 而这个可能 说不定 与它的构造演化是有关系的 我们会在 一样在未来 再来做讨论 最后结论的部分 就是 虽然说 我们的 温度分布 看起来似乎 与地层有那么一点关系 但是 就刚刚 与地层柱的 比较来看 温度是不受地层所影响的 然后 再从 阿拉吉的剖面 比较可以看出 就是这个地方的变质温度 是受到构造所控制 也就是说 这个区域它的变质温度 是受到 区域变质所影响 是受到构造来控制的 所以 我们可以透过这些 温度的分析结果 来探讨这个地方 所经历过的构造演化 这就是我目前的结论 然后未来的话 就是会再结合这些资料 与其它可能定年 然后 变质度的一些资料 然后来试着 就是进一步提出 这个地方 可能所经历过的构造演化目前 这些是我的参考资料 谢谢大家聆听